接下去的名人居宇 我们要介绍一下基督教的一个主导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那么在祈祷的时候 基督徒都要把这篇内容来背一下 这个看一看 讲解一下 我们学学这个优美的英文 中文老师也帮你写上去了 这个在圣经里面 这个已经都翻好了 因为翻得太美 所以我们没办法翻得那么好 因此就全部的摘入下来 从圣经摘入下来 我们看第一个 The Lord's Prayer Prayer就是祈祷 Lord就是指上帝 第一句就是 Our Father in Heaven Hello be your name Father大写 如果我们看到有 Father大写 或者是The Father 这种写法 那这个Father并不是讲父亲 是讲天父 或者是指上帝 哪里的父啊 在天上的父 In Heaven Heaven就是天上 我们在天上的父 Herald be your name 这原本的句子 应该是 Your name Be Harold 可是我们常常不了解 怎么突然间又有一个be 说真的 你老是一开始看 也是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一个原型动词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愿望 祈愿句 好 愿望 所以在古时候的一个表达方式 假设法 因为但愿怎样 但愿怎样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假设法 那么古时候的假设法 现在是 就是愿望 愿你怎样 愿我怎样 那这个就是用现在是 这个现在是 就是用be来表达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be 这个原句应该是 May your name Be Harold 但愿你的名 被怎样 尊圣 被这个尊敬为圣 所以你看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们都尊你的名为圣 Hello 就是这个尊崇的意思 你的名字被世间人所尊崇 May your name Be Harold 第二句 Your kingdom comes 这come为什么又是圆形呢 含义上应该是 May your kingdom come 所以may后面常常会接圆形 May your kingdom Kindom就是王国 刚刚那个hello 是使得神圣 使你的名字神圣 这样子 大家都尊崇你的名字 为神圣之名 那这个也是第二个 愿你的国度降临 May your kingdom come 这个may都没有出现了 只有出现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这就是祈祷嘛 愿望这样子 愿望 Your will Your will will是旨意 旨意要被实行 所以这个will 这是当名词 很多人一看的will就是将要 那个是助动词 那当名词就是意志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遗嘱 像我们国父遗嘱 英文就是 Doctor 孙亚先生 Will 这个孙亦先博士的遗嘱 叫国父遗嘱 所以他说 Your will 你的遗嘱 May your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 你的意志 这里是当意志 你的意志 能够被实行 Be done 就是被实行 On earth 在地球上被实行 那就是说 世间的人 都能够服从你的旨意 as it is in heaven as表示 比较的一个连接词 就如同 什么 it it就指你的旨意 is in heaven 那么 is in heaven 就是 is down in heaven 就如同 你的旨意 在天上 也被实行 一样 这个是事实 上帝的旨意 在天上 是被实行的 因为上帝 是天上的一切之主 所以用现在是 但是呢 我们祈愿 我们也愿望说 上帝的旨意 能够在地球上 被这个行 实行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祈愿 这是一个愿望 因此用be done 那这个是用 it is done 这个done 神略掉了 这样 你就了解了 这个英文 说真的 这不太容易了解 写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的内涵 真的不容易懂 那下面就是 起始句了 好 祈愿你啊 但愿你 好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daily bread 就是日常的饮食 我们祈求你 给我们近日 我们日常的饮食 所以圣经上就翻 我们日用的饮食 近日 赐给我们 你看 翻得多优雅 我们就很简单的 上帝啊 拜托给我们 今天的饮食 把要不要饿死了 对不对 好 那再看下面 同样的 这个 但愿您 好 这个上帝 father 天父 能够 forgive us our days 这个forgive 你去查字典 第一个意思就是 原谅 好 原谅 所以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表达方式叫 forgive and forget 原谅 并且忘掉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 哎呀 我们既往不就吧 过去的事 我们就彼此原谅 过去的 这个怎样 这个事事非非 我们一概forget 忘掉吧 他就是既往不就 以前的事通通忘光 不要再计较了 这是forgive and forget 很重要的一个表达 那forgive除了原谅之外 还有一个第二个意思就是 免除债务的意思 所以呢 forgive us our days 我们愿 天父 能够免了我们的债 而是就如同 we also 我们在人间 也是一样 会免了我们 债主的债 有人劝我 欠我们的这个钱 我们也就算了吧 forgive and forget 算了吧 我们在人间 也是免了我们 债主的债 也期望上帝 天父能够免了 我们的债 这个债 应该是在天上的债 怎样作恶多端啊 就是这个就是债嘛 要天父来免除我们的债 好 这个就是这个 第二个 后面还有一个 dater dater就是债务人 二是 就是一样 跟这个二是一样 好 表示 这个对照的 就如同 我们也免了 我们债主的 债务人的 债一样 好 这是 祈求天父 能够这样子 做的意思 好 这是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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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盎